家旦们,范德西这个家伙,自从上次拿了16张全国记录后,卓卓是发了7条视频说他拿全国记录的事情,本来我是不想吐槽他的,因为他自己的目标就是成为技术主播,发点关于全国记录的视频也没什么问题,但是,你不是每周都发两期视频,说自己那么多全国记录的事情吧,你是怕粉丝忘了这回事吗,每周都得提醒两遍。 哎呀,这个东西怎么说呢,也许是之前被嘲笑太熟过太久,一下拿到这么多全国记录,我多多少少有点控制不住自己吧,只要一开始写文案,我就会想到我有16张全国记录的事情,嘿嘿嘿,好好好,快得了吧闲眼包,一天没人能比你得瑟了,真的是,咳咳,不过最近有很多粉丝说,你的全国记录是找人代打的,不会吧小杂哥,这个确实是代打,不过不是别人代替我的,是别人代替我的,代替你打,哦,也就是说,你自己压根没什么, 他实力,基本上都是靠人家带着你,才能拿全国记录,什么话,这是什么话,2400分的局,我自己怎么可能没点实力呢,要不然怎么能拿得了那么多的全国记录啊,那为什么一到直播的时候你就念了,一张全国记录都拿不了,这个你知道吗,我设控,直播的时候不好意思刷全国记录,好好好,那现在我们录素材,你总能拿吧,那包拿的呀, 来吧 by bwd6